大家好,中国国防部2月4号正式公布 中国是成功实施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 2021年2月4日,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 实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这个实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是最新的中国国防部在官网上公布的信息 中国2月2、2月4日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 而且取得成功 这个事件和最新的中印边境 中国的99式主战坦克已经部署到边境 和我之前谈过一期150坦克大批部署中印边境 这两个事件完全是过脸的 包括最近美国 美国刚刚就在2月4日国务院 这北京时间2月4日 美国国务院应该是 就拜登新政府公开表态 承认坚持一中原则 我觉得这个和今天美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全部都是因为 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刚刚进行了中断 中断陆基反导实验 这个应该是个 我觉得是个 是个最终原因 就是美军发现 自己已经触触到了中国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现在频繁做陆基反导实验 我觉得这个是核心原因 所以今天所有的事情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美军情报发现 今天中国做了陆基反导实验 然后国务院紧急表态 对一中原则进行确认 同时美舰穿过台湾海峡 他还是用那个破烂舰 就那个 那都五十多年服役的 布置在日本军事基地的 那个破烂舰 他一直就在这晃 那就是个要饭的舰 他一直在台湾海下晃 他随时准备被人揍的东西 但是他需要这支破烂舰在这表态 意思就是我的军事存在 他用一个破烂舰在这显示军事存在 非常明确 要低调的显示自己存在 但是他发现什么 中国高调的陆基中断反导实 我觉得这个 这个技术性咱们不谈 关键是什么 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 非常重大 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 已经彻底的失去了 自己的控制权 整个西太平洋的 整个的天空 去由中国控制了 那么拜登政府这个发言人 在2月4日应该是周四吧 路透社就公布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时间2月3号 北京时间2月4号 发表了拜登政府 仍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明确表态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发言人是 他发言之后引起了一些骚动 当天记者会上 发言人叫 Price 被问及美国是否仍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他表示 是的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 发言人在回答记者 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时 一度停顿 引发了现场一阵小骚动 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来看 记者提问称 拜登政府是否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看资料的这个 发言人Price 并未抬头 停顿1到2秒 没开口 就引发记者议论 有记者开玩笑称 我们知道明天会怎么报道 Price无法回答美国是否支持一中原则 紧接这个发言人表示 不是的 这只是因为我希望对我的此番语言非常谨慎 等于这两秒钟停顿是 他是在想 自己组织语言在想 但是 是的 他真的回答 他紧接回答 但是 是的 答案是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他没有改变 再次强调 他没有改变 我觉得他刚才想了 非常明白 就是 如果不回答 那这个东西就是否认 必须要一个确切回答 就是坚持 这个一中原则 就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是还不是 这个东西是没法回避 他最后 他最后做了一个明确判断 不能再隐藏 这个必须要回答是 相较于面对中东和缅甸问题 应答如流 这个Price在谈论一个中国政策时 不时的停顿思考 最终只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未变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点 他为什么停顿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很多台独 朋友留言都认为 台湾有救了 因为自己的爸爸美国 一直在支持他们 其实错了 再跟台湾说一遍 美国支持的是自由民主 不是支持台独 如果你还是九十年代初 国民党搞那一套 这个自由民主 中国 那个时候美国是支持的 真是无条件支持的 为什么 他要颠覆你政权 但是现在 我不说谁把这个台独放出来 我觉得大陆很聪明 他把这个自由民主 加了台湾这个独 立刻就变味了 所以说 美国都不能支持你 台湾这个有独的自由民主 我再重复一下 有独的自由民主 是没有人支持的 我觉得大陆肯定是 肯定是暗中支持了一部分 一部分这个因素 让你这个自由民主 变成有独的了 有独的自由民主 就变成什么了 人是喊打的一个傻叉了 所以 喊着有独的自由民主的 台湾是永远不可能 对中国大陆产生任何危险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阻止 因为他再怎么有独 他也是什么 自由民主 这就是自由民主的bug 因为你自由民主 给了当地人自由了 给当地人民主了 最后民主选举 选举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个独 这是美国人无法 无法解决 因为他用的工具 就是这个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独 大家记住 如果你把这个自由民主 扩大到全中国 那么就是全中国 怎么说呢 全中国来投票 那不一定是独 但是他只限定在台湾地区 来自由民主 那一定是独 这个是我觉得其实不用大陆出手 这个独 就是自由民主下来的独 这个独 就是台湾自己 所以很聪明 这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台湾地区材的原因 这也是国民党最衰的地方 我之前谈过好几期了 回去翻我之前那几期 蒋经国为什么把态度放出来 谁都能回大陆 蒋经国回不去 蒋家是回不去 他必须要放出来 OK 咱们再谈这个 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发言人 一中政策 他记者追问他 请等一下 你能否说明你支持这样立场 既然 既拜登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他回答完这以后 记者紧接着追问 让他再确认一遍 这个拜登的这个 发言人 Price回答说 是的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 没错 就是他再次确认 国务院网站新闻稿也全部全发了 我把英文和这个 这个网站新闻稿截图全部 放在这个 我这个视频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针对美国这个 拜登政府最新的发言 一个支持一中原则 这个不变 这个发言 台湾岛内 绿色媒体 就开始酸了 说什么 拜登上任 才喊挺台湾 现在立刻 支持一中原则 挺台湾和一中原则 其实不矛盾 只是台湾人没理解 我刚才说的这个 有毒的自由民主 台湾人没理解 所以 你只有在我这个频道 才能理解 因为这个思维不一样 我在更高维度 看这个问题 你台湾人是 你们就只能在你们这个维度看 所以 完全理解不了 你要用谋国者那个思维 才能理解 说什么 拜登上任 才喊挺台湾 然后国务院新闻发言人 发言强调 一中政策不变 拜登政府就一个中国最新表态 让岛内绿媒 三立新闻 有点酸了 看这个公开说 那美国发言人这个表态之后 这个岛内的这个 被岛内中央社 就是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等台湾媒体迅速爆发 那三立新闻网标题也是 认为拜登上台 才几天 之前就喊挺台湾 但是现在发言人强调 一中政策不变 他们认为应该出卖了 三立新闻网援引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 这个中央社 说在文中提到美国国务院 23日曾以 press名义发布新闻稿 声明说 美中 就是中美 都就是台美吧 他这个中指的是台湾这个中 就是台美 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并对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这是原话 要台湾进行对话 我之前专门针对这句话 美国这个发言人说这句话 跟这个做了一起 这个明确表态 他有两层意思 要对话 停止施压是第一条 就是先停止动手 都闭上嘴 然后停止施压 就是先闭上嘴 第二步就是什么 有对话 这是拜登 让这个 他发言人说的明确 第一件事 我当时就做过一期节目 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让蔡英文下台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 对话 人家让你对话 但是你蔡英文是没有条件对话 你搞台独 对吧 不承认九二共识 你就没有条件对话 没有条件对话 人家让你对话 你爸爸让你对话 你说你没条件对话 什么意思 换人嘛 就是他现在明确表态 拜登这种明确表态 找一个能对话的人 上台 很简单吧 这句话底层意思 底层意思 大家理解了 所以这句话 其实不是挺台湾 他是挺自由民主台湾 不是挺台独的 自由民主台湾 记住我这边 所以你看这个赵少康非常聪明 立刻的 他是不是看我节目赵少康 台湾赵少康 我在说一遍 是不是你看我节目 看我节目给我打卡听了吗 给我扫码听了吗 对台独我从来不客气 你该看我节目 看我节目给我扫码 咱普通人没必要 普通老百姓没必要 穷哥人没必要 然后你看 这个国务院当时发完这个文 我就告诉大家了 这句话意思就是 财文下台 你没有对话能力 换一个人要你对话 你没有对话能力 什么意思 老板让你干这个 你没能力干这个 老板什么意思 老板会直接跟你说 你给我滚蛋 不会的 老板 聪明老板就是说 我要干这个 你干不了 干不了换人 谁能干谁上 老板不会说 直接把你开了 所以美国老板告诉你 换人 赵上康立刻明白了 岛内政客都很聪明 所以说台湾现行的 有意的对话 是无法进行的 意思就是 你哪该换了 非常简单的信息 所以台湾 之前提到说挺台 然后现在来一个 支持一中原则 没毛病 没毛病 台独一厢情愿 他没理解 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他这种思维 他想不透 但是最新他说 美国将恪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与台湾关系法 和六项保证 同时对台湾做出 长期承诺 对台湾承诺 坚弱瓣石 所以 拜登上任以后 台湾立场表态 应该是让台湾这些 独媒应该是非常兴奋 包括驻美代表 小美琴当时也随机 在推特转发了声称 声明并称 中方释放出重要信息 就是台外交部也迅速表示 真诚欢迎与感谢 不知道台湾外交部 到底是真傻加傻 我觉得他只是真傻 他没听出来话里有话 蔡英文也是没听出来 第一次 我估计他这个第一时间 感受是无限的温暖 但是后来一想 就是他没看我节目 他看我节目以后 他就明白了 一想 后背发凉 这明显是什么 我办不到事情 你老板让我做 让我对话 明显是什么 让我滚蛋 他没明白 就是台湾很久没有被提及了 被美国支持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想的是温暖 没想到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让你滚蛋 非常有趣 美国国务院是1月23号发表声明中 明确是要求双方应该是冷静 然后对话 中方也是支持这个态度 中国立刻做了回应了 但是今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明确 意中政策无变 我觉得已经说到点上了 意思没变 就是一贯的 美国政策是一贯的 并没有什么改变 台湾人应该醒一醒 无许 对 由于 our policy um uh has not um uh changed um uh it has not changed can you just say that you support that th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upports the one china policy yes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yeah that's great of course guided by the one time